字型的部分 我想先问一下大家 请问你在简报里面 大家有没有用过一些比较特殊的字型 所谓特殊字型就是预设的字型以外 预设字型就有三种 对不对 新细名 蕭凯 还有什么 因为Windows Vista以后还有一个叫微软正黑题 就这三种字型以外的 老师和同学有特别用过 这些 什么娃娃题啊 布丁题啊 什么流风题啊 那种很特殊的吗 你如果用的那么特殊的 除非你用自己的电脑 不然的话你走到别的地方 就变成细名理或标牌理 对不对 那字型到底有什么可以比较OK的 其实第1个 实际上如果说 您的电脑或者是您要去 使用的那样的电脑 他是Windows XP的甚至Windows 2000的 事实上也有一个黑题 可能 可是大家没有注意到 因为 他不是用中文的文章 你看喔 我是在这个网站找到的 这个也不错 他这个网站他有介绍很多跟 简报有关的一些小技巧 好那 事实上有一个 叫做 新黑 各位没有注意过 你看念起来 是不是叫新黑 对不对 但是 因为他是Windows2000开始就有了 可是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Windows2000 为什么不要用中文的名字 因为 不是台湾开发 是对岸开发 以那时候两岸的局势 你说对岸开发的 一定不能 不能通过 所以他就偷跑 事实上所以如果说您觉得 我在简报里面你想要用一些 因为姓名跟标凯老实讲 比较不太适合做什么 做标题 就是那种大的字他比较不太适合 做中间那个小的字内容 没有问题 因为他比较瘦小 所以如果你要比较 标题的通常比较粗一点点 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用清黑 这样的话您也不用担心 您今天如果简报 别人拿到的时候如果是在 SP的 如果万一没有微软正黑体 你还看得到 那我们来看看真的有这个字形吗 我们来这里 好那 你要指定字形 请问 各位平常如果你在用字形的时候 说怎么办 就从这边再一个一个改吗 你疯了 你从这边一个一个改 那你的人生 不就 只能用 时间换取空间 换取生存空间 你们有看游戏网吗 因为我们家都有看 小朋友喜欢看 他们不是要做那个怪兽对打吗 我看大家 比较少人看 有看得起什么 没有 哈哈哈 好 因为我们家都是游游台啊 不然都某某台 玩弄幼稚园 好 那为什么说你这样改不OK 因为 你如果在这里改 假设我用中文的 我就用这个 好这个 假设我这边打进去 OK 那我就只贴上保留文字就好 好这个是细名对不对 好那你是不是每一个都要改一次 这样不是很累吗 所以呢我就不在这边做 我直接从哪里 从抹片桌桌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跟哥哥讲 你要 改 同样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同一个字都要在抹片桌 所以你看我刚刚那个应该是 哪一个饭本 应该是最外面这个饭本 确认一下 没有这是后面的 那我就来这里 简式 母片 找到这个 但是我要找他的 母亲 这个 直接从这里改就好 因为 这里改 点到他 好回到常用 现在是不是这个 改一下 好你找看看喔 新黑新黑 新黑是中文 所以他通常跟中文排在一起 但是排在中文的上面 你看 各位有发现有一个新黑吗 真的有喔 所以你把 选好之后 点一下 有没有变黑体 今天偷跑 那下面看你要不要用没关系 但是我这边改好了 我先回去外面 请问外面有没有变了 这个时候我再点别的 我再把这个内容 贴进去 所以我发现什么事情吗 事情 包括大小 包括字体 应该在那里做 应该在母片里面做 但你了解 为什么母片很重要 因为 你在这边做好了 外面就跟着改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在这边又把它改回什么 别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属于制定的 你了解意思吗 也就是说你曾经改过之后 他就怎么样 不受母片影响 那他就 你就要留着他自生自灭 也就是说你母片在改之后 他就不会 改变 这个要特别注意 所以平常我会先在母片里面先 把这个部分做好之后 我才来外面打 千万不要在 外面都改好了 然后再很兴奋的再回到里面改 这样有点不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字型的部分你看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 是不是就有一个黑体可以用的 这是第一种解决的方式 那么第二种 当然 不得理 如果说你一定要用其他的字型 你才觉得就比较适合 这个时候 有两种方法 你可以选择就是说我把我的字型就放在我的简报档案里面 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 因为 中文字型都很大 英文还比较没关系 但中文字型动不动就 二三十mg甚至四五十mg 所以你能够带多少 很难对不对 所以大多数我们都会用第一个选项 就是 简报里面假设你用到了100个字 那就用那100个字进去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第一个选项 有一个缺点 只能看不能改 为什么 因为你只有半100个字 那我要怎么给你改 所以你 在打开简报的时候他就提醒你说 这个里面有带字型 可是你只能看不能改 那相对的如果你希望他保留编辑 信 那就只好 20mg进去就是 你的档案就增加20mg 所以这个更有优缺 看赢的需要 但是大多数会去选择第一个比较多 那这个选项呢 是在那个 在哪里 在 储存的时候你可以选择 所以你可以来这边 这里 我用另存新档的方式给各位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选项 工具里面有没有储存选项 您从这边进来 就可以看到这里 这样有看到 这个位置在这边 所以你可以 像不这样的人就可以把字型把它包到你的简报档案里面去 那这个是第2种方法 第2种方法 那么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有 改成用图片的 用图片的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记得用哪一种 因为 事实上有些时候 比如说也许各位曾经用过文字艺术师 请问文字艺术师 如果你用的是特殊字型 那台电脑没有 他会不会跑掉 也会跑掉啊 对不对 所以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用图片 用图片你就可以做类似像这样比较不一样 比较不一样 事实上我们上次有没有跟各位分享过一个软件叫Photocap 他也可以 他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 他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 我看一下我这边 我先把我的Photocap先找一下好了 那我把后面先还给大家 您可以先试看看我们刚刚讲的 在母片里面决定好事情之后 再来外面 输入你的标记 或内文 Photocap打开之后呢 您可以先 开新档案 但是 舍舍多少 其实是没什么关系啊 如果你要比较宽的 就自己去决定一下 但是重点是 这个 背景 你要 或不要 那 假设我背景设成笔 有没有这样透明的 那你了解意思 事实上当然你如果没有设也没有关系 比如说我已经用预设的 640 480 我就背景 如果万一米忘记的 这样 但是这边一样可以关掉 有没有 右下角 有没有个叫底层 右下角 右下角 看到了 底层 那所以你用这样也OK 那我们就把字点一下 你看里面有那些预设的 样式 你就看你想要哪一个 比如你要这个 好 那我就把我的文字打进去 各位有发现它有没有 光晕的效果 这里有光晕的效果 有没有 好那你看 这个中间 我就多隔开一下 因为中间还要放一些其他的 这样可以吧 那么字型 当然 我就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 比较特殊 比如说像这样子的 OK 好那你先拉下来看看 好这样稍微大了一点 那我就再增加一个 其他的 文字效果 OK 进来 看上面这个 有没有 像Office的 自己弯 对不对 好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你要的 这个多多两下就可以进来 这个太远了一点 好 等到它再进来 假设这样子 我在把它储存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png 对 png 那但是很重要的 png要选择谁 32的 32的才会变透明 24的没有 8的 更残 8的就是 2的8四方256而已 好那24就是2的24四方 也就是我一般所谓的全场 那32呢就会加上它的透明程度 也就是 它的透明程度会有 256种透明 就从不透明到半透明 在完全透明有256种 好那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比如说我这样OK 好那 我来找一下它的档案名称 OK OK 现在呢我把它存到 这个地方 看一下 我先放我的桌面下场 OK 存成功的 那现在呢 我打开 这个 我把它 拿到外面去 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虚拟的跟实体的 可以动用 这样把它互换 好现在呢我就回到 外面这边来 在我的这边 现在这张图在这里 这样有看到的对不对 当然是让你要裁切一下会比较好 那这个呢我就把它拿到我们这个里面来 OK 把它丢进来 有没有发现 你看这个 光晕 在这里是不是一样是光晕 让你了解TNG为什么好用的吧 所以如果你要做那个 阴影 或者半透明 都一样可以用的 都可以用的 所以 你用Botacab事实上就可以做到了 就可以做到那当然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你都可以用 那 这个呢就是大致上我们一般 比较常见就是说针对字型的解决方法 嗯 好